大家好 我是陈寗 之前呢 在拍著 Sony A7C 影片的開箱的時候呢 有跟大家提到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顆 一直長年插在 A7R 身上的這一顆 萊卡七眉玉 那這一顆萊卡七眉玉呢 為什麼我會非常喜歡他 為什麼會說 我擁有了所有萊卡 Summicron 35 的鏡頭之後 最後留下他呢 其實呢 就是因為他的顏色 他的閃景 都有一些非常迷人的地方 再加上你看 他非常的小 你看像那個 Sony 的那個什麼 蔡司的 35 的定焦鏡 那不是都很大嗎 都像是可樂罐一樣 可是他這麼小一顆 就可以做到光圈二的這種 超小的定焦鏡 我覺得真的是超厲害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出門玩的時候 除了我的那一台新的萊卡之外 我也帶他 就是因為他真的非常的小巧 那其實呢 除了一些 我覺得很便利 之類的這樣的話之外呢 他其實本身也是一顆非常傳奇的鏡頭 所以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聊聊 這一顆萊卡七枚玉 到底是一顆什麼樣的鏡頭 他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談他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 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開始了 如果 你看到有人跟你說他用什麼萊卡七枚玉 六枚玉 八枚玉 這個時候你都要先有一個觀念 就是這一顆鏡頭的年紀至少三十年以上 也就是說呢 這個鏡頭 隨便一顆年紀都比我大 那你就說 這麼老的鏡頭到現在還能用嗎 其實 這我之前有講過類似的觀念 就是勞斯萊斯放了五十年 還是勞斯萊斯 當年頂級的東西 是永遠不會說 這東西怎麼還能用 通常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尤其是什麼音響 相機之類的 很多人以為音響 放個二三十年就壞掉不能聽 但其實沒這回事 現在很多擴大機都是隨便四五十年了 連DA 像我之前跟大家說 Theta G3 那也差不多快三十年了 但依然很好聽 所以相機也是這樣的 那這個七枚玉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鏡頭呢 我們要先說這個萊卡的故事 萊卡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公司 他在二戰時期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多的記者 都用萊卡相機拍了非常珍貴的畫面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很多 那些二戰時期的照片 經典老照片 很多都是萊卡拍的 而且 不分盟軍還是軸心國 都用萊卡來拍照 而很著名的一張照片呢 就是這個蘇聯的軍隊攻進柏林的時候 他在這個 在屋頂上面 揮著蘇聯的國旗 那一張照片就是用萊卡相機拍出來的 如果你對這個歷史有興趣的話 一樣可以回頭看次元艦隊 這一部 真的是很經典的漫畫 裡面呢 就會不斷出現萊卡相機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相機這件事情上 這當時呢 萊卡推出這個 在當時也算是新科技的 這135底片 因為135底片在當時是用來拍影片的 所以在當時算是小片幅 所以現在我們都說什麼維丹岩什麼 在當時 二戰的時候 萊卡就是當時的維丹岩 就覺得說 哇這麼小的台相機拍起來畫質這麼好 就是這樣的神奇產品 而當時呢 這個萊卡 推出的鏡頭 最開始呢 就是50mm的鏡頭 也就是今天我們用iPhone的時候 你把他切換到望遠的那顆鏡頭 差不多就是那樣的焦段 可是呢 50mm拍人是OK的 但你要拍個風景啊什麼的就不太方便 所以 萊卡呢 後來就推出了35mm的鏡頭 那35mm鏡頭呢 就是我們平常呢 用這iPhone的廣角鏡 差不多是這樣的焦段 因為現在的 iPhone是26mm嘛 那35跟26呢 其實視覺上是很像的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35mm是什麼感覺 你現在拿出你的iPhone 然後開相機 不要變焦 就用一倍鏡拍 差不多就是那樣子 那當時呢 萊卡推出了這個 Sumarong 之類的這種 35mm的鏡頭的時候 因為他的光圈還是比較小 就差不多什麼2.8 3.5 所以 對當時的底片的感光度來講 他的光圈呢 還是 太小了一點 拍照的時候會受限 比如說太暗的時候 又不能用那個 閃光燈 那拍起來畫質就不太好 所以呢 萊卡就積極地想要去把他這個最大光圈 把他加大 所以呢 差不多在1958年 民國47年 我媽媽都還沒出生的那個時候呢 萊卡 他就推出了 Sumicron 的第一版 也就是傳說中的八枚玉 那八枚玉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玉呢 其實是日本人的說法 他就是說裡面的鏡片 那八枚玉呢 就是這整個鏡頭裡面有八個鏡片 那六枚玉就六個 七枚玉就七個 是這樣的概念 那八枚玉呢 也是一個非常傳奇的鏡頭 日本人非常喜歡 八枚玉這個鏡頭非常有趣 就是 你在世界各地買 都不見得會很貴 可是呢 只要把這顆鏡頭拿去日本賣掉 通常呢 都還可以再賺一筆 曾經呢 我就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八枚玉有一顆 比較便宜的是 Sumaron 也就是這個光圈2.8的 這個俗稱小八枚 小八枚這顆鏡頭呢 當年我在日本買的時候 是在一家二手店買的 結果過了一年之後 我又再去日本玩的時候 在另外一間二手店把他賣掉 居然賺了兩萬日幣 你看日本人對八枚玉真的是很瘋的 哪怕他根本不是八枚玉 他只是小八枚 人家都願意花更多的錢把他收購回來 所以呢 這個萊卡的鏡頭呢 你不能用一般的這種相機的 這種什麼所謂CP值來看他 因為他 除了他本身的光學素質很好之外呢 他有很大一部分呢 就是他有一個收藏品的概念在裡面 而這個七枚玉呢 是這個萊卡的光圈2 光圈2的鏡頭都叫Sumicron Sumicron 的鏡頭的第三代 也可以說是第四代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推出八枚玉的時候 這個大受好評 畢竟萊卡 八枚玉這顆鏡頭有很多其他的品牌 山寨那 包括我們今天很熟悉的 Nikon Canon 都曾經推出跟他架構 整個結構差不多的類似的鏡頭 那當時呢 因為賣得很好 可是呢 因為這個八枚玉 他的鏡片比較多嘛 所以萊卡覺得說 這個用那麼多鏡片呢 生產起來麻煩成本太高 所以呢 萊卡就覺得說我們應該要Costdown 來做個比較便宜的版本 於是呢 他拿掉其中的兩片鏡片 推出了一顆叫六枚玉的鏡頭 是我們今天叫六枚玉 但當時呢 還是叫Sumicron 也就是第二代的Sumicron 拿掉了兩個鏡片 嘿 這顆鏡頭極度不受歡迎 因為呢 Costdown 的結果就是畫質急劇的下降 顏色、銳利度、還有閃景都沒有八枚玉的好 所以 今天呢 如果你玩萊卡的這35mm鏡頭的話 你買的Sumicron 六枚玉是最便宜的 差不多三萬到四萬左右就可以入手 我也曾經入手一個 還浪費我一卷底片 拍起來真的是有夠 真的是 你跟其他品牌比起來還是很漂亮 還是有那個萊卡味 可是呢 跟七枚、八枚夾在中間就特別尷尬 所以我玩一段時間就把他賣掉了 之後 最後呢 我就入手了一顆七枚玉 那這七枚玉 差不多是在1960、70 年代這一段時間推出的鏡頭 而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 他是 加拿大生產的 為什麼呢 至於這個 為什麼這個鏡頭 萊卡會挪到加拿大去生產 有很多很多的說法 很多很多的傳說 但其實呢 故事沒有那麼複雜 很簡單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萊卡的鏡頭裡面要用一種材質 叫做銀石 而這個銀石呢 在當時呢 加拿大是最好的生產地 而且呢 從加拿大生產的鏡頭呢 把他賣到美洲去的時候呢 是順金減免 所以 萊卡就把這個工廠挪到 加拿大去生產 而很多經典的鏡頭呢 都是在這個加拿大設計並且生產出來 其中就包括這一顆七枚玉 所以七枚玉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呢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個 這個加拿大版的上面寫這個 Made in Canada 那另外一個呢 是德國版 那是比較尾棋的產品 那那個顏色呢 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再講 那另外呢 雖然說是兩個版本 那是比較大分類 就是一個加拿大版 一個德國版 那另外還有他的這個 對焦環 萊卡的對焦環都是這個樣子 有一個這樣可以搬 然後這樣手動對焦 之前我有講過為什麼我要買Q2 就是因為萊卡的這種 傳統的旁軸相機都是手動對焦 我需要自動對焦嘛 那直到今天他還是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環的這個地方呢 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 像月亮一樣 所以這個呢 就叫月牙版的七枚玉 另外還有一個是平的 那是更早期的 就叫做虎爪版 是不同版本的七枚玉 大概設計是這樣 那另外呢 七枚玉呢 你要分呢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看序號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把手 再來就是德國或加拿大 還有就是他的鍍膜顏色 通常加拿大的鍍膜顏色 如果你用閃光跟拍都是金色的 那你說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沒有 沒有所謂的好壞 七枚玉呢 在我看一看 我覺得其實拍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呢 你真的要選七枚玉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先不要去管那什麼 加拿大版和德國版 雖然顏色是有差一點點 可是呢 現在弱檔調是很方便 所以 這部分我覺得還好 你比較要注意的幾個 因為他畢竟是 已經四、五十年前的鏡頭 所以你要看第一個 把這鏡頭拿起來 把他拿起來之後 就這樣 對著觀看 對著觀看 看第一個裡面的路程多不多 這種鏡頭這麼老了 路程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路程呢 不會是用來殺價的理由 人家只會覺得你很奇怪 所以通常會看什麼 第一個 裡面有沒有長霉菌 霉菌呢 就是像這種 像迷思這種感覺 一根一根的就霉菌 如果有霉菌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傷到他裡面的鍍膜 所以我會建議 除非你很確定 或者是那個人願意讓你送驗之後 再看要不要退錢 不然呢 看到梅思的鏡頭 基本上都不要買 因為梅思一旦破壞了他的鍍膜 那個鍍膜就只能拋光把他拋掉 那那一顆鏡頭呢 他原本 自從老鏡頭 他的這種抗耀光的能力就比較差 你又拋掉一面 甚至兩面 那這個抗耀光能力就更差了 所以呢 這個鏡頭首要呢 就是如果他有霉菌的話 絕對不要買 第二個呢 就是看裡面有點像是水痕的那種感覺 那個不是水痕 很多人會說那個是水痕清一清就好了 但其實不是 是因為呢 這種鏡頭 這種小小的鏡頭 他裡面其實有一些鏡片是膠合的 就是一片跟一片把它黏在一起 而他那個膠 如果有這種就異常 或變質的話 看起來就會有像水痕的 就是水的那種波紋的痕跡 那個是可以處理的 像 拿去光耗商場有那個老師傅 就可以處理這個 可是呢 那處理起來還蠻多錢的 所以 要嘛 你就是直接跟他殺價 說 那你就是算便宜一點 因為我還要處理 不然 千萬不要相信人家說什麼 那個呢 清一清就好了 幾百塊就搞定 那不是這麼簡單就會搞定的東西 因為他要重新交合那個鏡片 好 再來回到 為什麼我超喜歡這一顆七枚玉 七枚玉呢 很多人會覺得說 五、六十年 四、五十年的鏡頭 那光學這種表現怎麼可能贏過今天的鏡頭呢 但是 這種想法你一定要把他拋開 為什麼 因為呢 直到今天呢 七枚玉他在全開光圈上 大部分的日系鏡頭依然比不上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這一張照片 光圈全開在F2的狀況下來拍 那你看網路上呢 很多評論 只要非德系鏡頭 只要不是蔡司或萊卡 他通常呢 都會講到說 光學全開下 他的畫質比較軟 放大的時候 他的細節不清楚 可是呢 這一張全開光圈的照片 你看 有沒有 他那個細節 那個上面的這種螃蟹腳的這種細節 非常非常的清楚 直接全開光圈就是可用光圈 這就是萊卡的象徵 以前呢 我們說什麼 那你就說光圈 萊卡沒這回事 為什麼萊卡不斷追逐大框圈 他後來要推出什麼 Sumilux 1.4 的 Nachtilux 0.95 的 就是因為呢 萊卡有他的自信 所以我當我全開光圈的時候 拍起來的畫質依然很好 所以 他敢推出這種 0.95 的鏡頭 還有誰也推出呢 Nikon Nikon也有推出一顆夜之眼 那一顆 哇 那也是好厲害的鏡頭 買起來也是十幾萬 非常的貴 很少見 但是呢 Nikon就推出這麼一次 因為呢 Nikon推出十幾萬的鏡頭 我對一般人來講 我買起來覺得很痛苦 Nikon的鏡頭十幾萬 瘋了吧 可是萊卡的鏡頭 隨便賣個二三十萬 人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 萊卡呢 可以在用料 在做工上說 每一顆鏡頭我都手工打磨 也不要緊 因為他賣得貴 什麼後來的這35mm的 SPH 或者是其他的那 Sumilux那種 超微小鏡頭 在說什麼 對焦的過程 鏡片值移動 0.4mm 這種超 超精密的鏡頭 萊卡都敢做 就是因為呢 他賣得出去 所以 萊卡的鏡頭 這個最大光圈 即可用光圈 大家一定要記得 人家說 為什麼要用這麼貴的鏡頭 什麼就可以告訴他 因為他不需要縮光圈 什麼鏡頭 要縮到F4 F2.8才可以用 萊卡不用 買來F2打開 直接拍 就是這麼漂亮 那你說當他說光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來看這一張晴明神社的照片 你看他的細節 很多人說 萊卡看起來顏色也不鮮豔 他有什麼好的 萊卡的特色 就是拿在顏色過度上 當你這個顏色 從這個 很深到很淺的 這中間的顏色過度 萊卡可以盡最大可能的保留 這整個顏色過度 所以 為什麼人家會說 這萊卡的照片看起來顏色特別自然 就是因為 他看起來跟我們眼睛看起來 是很像的 但我們今天看照片 或者看到現場 你看到天空 看到木紋 看到像這個 大門這種顏色這種變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就是眼睛看到的 而萊卡拍起來 他就是保留了這樣的細節 甚至 他拍的細節比你眼睛看到更豐富 這是萊卡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有機會 你去看看萊卡的望遠鏡 萊卡的三秒望遠鏡 你拿起來看 你會發現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 萊卡望遠鏡看到的顏色 比你用眼睛看的顏色還漂亮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萊卡的鏡頭 他裡面的鍍膜 什麼 他會把很多很多的反射光把它濾掉 所以 你看到的那畫面 會比你用直接眼睛看到一些反光 什麼更加純粹 顏色會更漂亮 這有時候講到這裡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感覺是玄學的 跟音響一樣 那玄學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 萊卡的鏡頭的好 我會建議跟音響一樣 實際玩過你才知道 他好在哪裡 那同樣呢 我們看這個 就是剛剛這張勤明神社的照片 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他的顏色 他的非常自然的顏色 再加上他背後的閃景也是非常自然 這都是萊卡的象徵 那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用萊卡去拍日本的時候 會比用日系的鏡頭拍日本更加的漂亮 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 因為日本呢 他是比較高尾度的國家 所以呢 拍照的時候呢 他的那光線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自然 看起來就像畫一樣 可是呢 用日系的鏡頭拍呢 會因為顏色非常的鮮豔 非常的銳利 所以看起來呢 就有一種假假的感覺 沒有那麼的日系 通常我們會靠後續的一些後製 什麼把他做出來 可能萊卡不是 隨便拍你隨便拿起來一按 那種自然的空氣感 看起來就好像自身現場那種感覺 那真的是其他相機做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非常喜歡萊卡 在日本 你看很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萊卡的鏡頭 就是呢 拍起來就是漂亮 所以呢 這個七眉玉呢 為什麼直到今天呢 我依然使用他 我會用最比較新的相機 現在當然這AGR是老了 但當時呢 也是用最新的相機去配這個四、五十年的鏡頭 就是因為 他的這種表現 從他畫質的表現到輕便的表現 還有這個什麼 對焦 這種滑順感 整體的質感 依然是現在這些現代鏡頭比不上的 尤其是我非常重視的這種自然光的表現 這才是真正萊卡的強項 所以呢 如果說呢 你今天呢 一直在追求一個 我希望拍照拍人拍景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看起來就是所見其所得 比我眼睛好看一些 但不要像是那些 現代鏡頭什麼Sigma 那看起來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鮮豔 我要更自然的感受 那麼萊卡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那你說蔡絲呢 蔡絲其實跟萊卡很像 都是這種非常自然 可是蔡絲的顏色更加的濃郁 所以呢 我個人就沒有那麼喜歡 你看我的鏡頭全部都是萊卡 我也曾經買過蔡絲 可是後來沒有再用 就是因為 他比這萊卡 他的顏色對比還高了一點 在顏色的這個 色彩過度上 還是沒有萊卡處理得好 所以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萊卡的鏡頭呢 就是這麼的神奇 那你說買這新的ASPH好不好呢 其實ASPH 也是很棒的鏡頭 因為他 用這個飛球面鏡頭呢 解決了一些像 就是畫面呢 會扭曲的問題 可是呢 因為他畢竟是現代的鏡頭 他的這個光學度我們也做得比較好 所以他的對比 跟以外也會比較高一點 他的顏色呢 也比較鮮豔 看起來就有一點點像蔡絲的那種味道 再加上呢 那鏡頭很重 非常離譜的重 一顆那麼小的鏡頭呢 五六百克 那我帶這麼小的相機 也帶一個那麼重的鏡頭 你意義在哪裡呢 所以 後來我不用ASPH 就是太重了 真的攜帶上不是很方便 但如果說 你真的說 我是商業應用啊 什麼的 然後我還是需要一些比較高對比 然後顏色比較顯 那ASPH 會是更好的選擇 好 那現在呢 你說走到今天 我用這個鏡頭 會不會有什麼缺點 有幾個 第一個呢 他的抗耀光能力不太好 我們再回頭看 剛剛那張晴明深色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呢 後面比較亮的地方呢 全部都過曝 而且呢還有一種光暈的感覺 這是萊卡老鏡頭的共通特徵 其實不只是萊卡 你用各家的老鏡頭 只要是這種1970 80 60 年代的鏡頭呢 都是這種感覺 因為呢 他以前多麼抗耀光的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會有這種散開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你的 這個 整體曝光控制得當的話 其實還是一種很夢幻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一種朦朧美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他是手動對焦 你的所有萊卡的MG呢 都是手動對焦 雖然呢 今天大陸呢 天工有出一個 就是你插在A7系列上可以自動對焦的環 可是 他並不是實際的去對焦 而是他藉由推動鏡頭 去改變他鏡後鏡的方式呢 來對焦 那這個方式是很方便 可是呢 拍起來畫質就會比較差 一旦這個鏡後鏡移動了畫質劣化 是必然的現象 所以 手動對焦 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萊卡的MG近身的話 機身的話 他沒有辦法近拍 所有的萊卡鏡頭呢 你都會發現他在這個地方 他上面有一個對焦的距離 最近呢 都是0.7公尺 也就是70公分 這是旁軸相機的一個缺陷 他沒有辦法做超近對焦 雖然呢 有像比如說50mm的Dual Range 這種特殊的鏡頭 可是呢 對大多數的鏡頭來講 他都沒有辦法低於70公分對焦 所以使用上如果你是搭MG的話呢 會特別麻煩 這也是為什麼我沒有優先買MG 因為我沒有辦法近拍 我出去吃個飯的時候 我沒辦法近拍 那怎麼行呢 所以 這個MG MG 如果你想要用MG 你想要體驗MG的這種 輕便小小畫質好 那麼我會建議買A7R4 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A7R4 可以搭配像這種 比較好 像Shotten的這種 對這種 這種轉接環 他可以旋轉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 他可以把鏡頭往前推 往前推的這過程呢 就可以把近拍的距離 縮短到差不多20公分 你這樣出門玩呢 拍小東西 拍食物的時候 就會很方便 比如說像這張照片的這個衝 就是用這個 Shotten的這個鏡頭 是環這樣子轉 來拍出來的 非常的方便 那 這個你說 有的人會講說用這個A7R系列 拍了邊角會崩壞 什麼 這是沒辦法的 這個目前能夠解決這MG的邊角崩壞問題 你只有萊卡自己的機身 所以呢 你就自己看 到底是要用這個萊卡的機身 然後犧牲掉這近拍的功能 或者是呢 稍微 這邊角崩壞一些些 但是要有近拍功能 這自己選 價格的話呢 26萬對9萬是差了有點多啦 但是真的要玩萊卡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些價差都是小事情 而且呢 你也不見得要買最新的M10R 你可以買以前的MP240 那就七八萬就可以買到了嘛 就可以一元你的萊卡夢 今天 我們就講到這裡 這個萊卡的鏡頭是說不完的 每一顆鏡頭背後都有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呢 如果你還想要看更多這樣的影片 歡迎下面留言 跟我說 你對這萊卡鏡頭或萊卡鏡頭搭配有什麼樣的問題想法 都歡迎直接留言 我們之後可以討論 當然對於其他的問題有想法也都可以留言 我們再來討論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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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